哎呦 聊世紀 天明天的國星 大家好 我是雷歐 今天要來看葡萄奧人對上維艦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先來介紹一下藍方選擇的是葡萄奧人 葡萄奧人最大的特色 是他的所有單位黃金都會減免20% 這意味著所有單位都是八折優惠 這個非常省 他後期可以打騎士 弓兵 步兵 基本上全部都可以 葡萄奧人比較特別的是金冠技術火神槍 可以讓自己的火炮單位可以撤到彈道學的效果 所以他的火槍跟火炮 即使對戰移動單位 也可以射得非常精準 葡萄奧人後期主要還是打騎士 弓兵 火器為主 他比較特別的地方是帝王斯戴爾港灣大商戰 可以做使用 這就是我們俗稱的無限支援戰術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紅色 維金人 維金人最特別的能力是他有免費的輪軸技術 還有手推車 這兩個科技可以讓他成為四季帝國裡面 經濟裡面最好的文明 因為維金人有這個效果的關係 所以他後期帝王斯戴爾科技術是不太發達的 沒有火槍也沒有火炮 而且他也沒有三級馬侃也沒有品種 所以後期的科技是有稍稍不足的部分 而且維金人的生旅路線也不是很強 所以維金人管到後期 基本上只能用大量經濟資源去壓過對手才有可能取勝 那他後期也可以點下金冠技術 增加一下弓兵的傷害 讓弓兵可以高達11攻的傷害 非常強大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兩邊的地圖 那地圖部分目前看到 果子在右邊 黃金在左邊 石頭在後方 金晃有一次 那看起來這張地圖還不差 至少還有60分幾個 因為兩個副礦資源都在後面 都可以拿來應急使用 這塊附金在前面比較衰一點 其他都還可以接受 至少有合格 甚至給個七八十分都覺得還可以 那葡萄羅這邊則是黃金在左邊 果子在右邊 基本上跟維金好像也是差不多 情況蠻相似的 但他的比較好的地方 都是附金都在後方 所以讓他在後期可以農得更穩健一點 不會有那種金被空珠就死去的問題 好 我們現在稍微加速一下 那葡萄羅人對維金人 維金人會比較擔心的是 就是對方葡萄牙出火槍這件事情 那葡萄牙如果要單出火槍的話 會有一個問題 就是他只出火槍 很容易被維金人的 這個戰毛兵 或者是強弩給射回去 那通常如果要針對大量破兵的話 葡萄羅人還是要轉一點騎兵單位 這個騎士或是風琴砲 搭配火槍混合用會比較好一點 單一兵種的話還是太容易被針對了 或是直接轉出劍兵勇士 去跟對方互打 都是可以考慮的 但葡萄羅人他的步兵系 由於血量上會輸給維金人 所以不太建議使用步兵 還是比較盡有用這個騎士 畢竟有這個20%的黃金減免 出騎士其實很有感的 好 那目前為維金人已經下了一個軍營 準備要來打一個封建時代 這有可能會直接打工兵嗎 這邊是比較晚上的喔 21批上這個封建時代 非常晚的一個上封建時代 而且民兵也是很晚出門 這樣子會有意義嗎 感覺意義不太大 好 那維金人本身有這個步兵血量優勢 來看一下這個棒棒血量 一開始40滴血喔 封建時代才會增加這個血量 好 棒棒出門 看到已經下好兩個房子 好 以上去變48滴 那這裡有可能會點裝甲喔 因為資源夠 而且只是一兩個人挖金而已 好 直接把村民拉到後方 沒有損失任何一隻村民 葡萄這邊是肉碼開局喔 而且這邊身為裝甲步兵之後 會有點難解 待會葡萄人可能還是要找個機會 去玩個金礦 然後開一下自己的射箭場 不然這邊就是要趕快去撒農田 按更多隻的肉碼 去解掉這一坨的裝甲步兵 或是直接不理 直接衝到維金人家裡 去少了個一波也是可以考慮的 好 這邊葡萄直接用四隻肉碼 擊殺掉了三隻裝甲步兵 完美收掉 一隻肉碼都沒有死了 用著靠著第一隻刺猴 加上自己生出來的三隻 總共四隻解掉了 相當快速的解法 那維金人這邊是有小小失誤 如果肉碼跟裝甲步兵沒有離得太遠的話 可能還可以稍微打一下 而且不至於損失這麼多的肉碼 這個裝甲步兵不是肉碼 好 這邊看到維金可能會死一吋嗎 唉唷 這一隻就算殘血跑掉 然後圍了起來 反應非常快速喔 這個手術 好 這邊有點撞城中心 肉碼沒有在動 槍兵戳一下 瓦斯物 又損失了一些血量 葡萄這邊決定要來個大圍 直接把圍牆圍到最底 為什麼他不是圍這裡喔 一定是沒有看到 所以他沒有圍這裡 直接拉一條線到下方 好 目前看到維金人已經下了一個冰封場 工兵開局已經存好了一堆工兵 轉工兵沒有問題 而且現在有輪軸技術的關係 經濟上來說是比葡萄人好上很多了 看這個食物的差距就知道要差很多了 雖然也是因為葡萄人出了太多肉碼 所以肉庫存本來就會少一些 好 這邊看到三隻肉碼再繼續攻擊維金人的村民 這裡居然沒有槍兵 有點意外 因為槍兵 剛剛被解掉之後沒有繼續補 只有在下面補了一隻而已 好 這邊維金人出現了小小失誤 省失掉一村 馬上按了一隻槍兵過來做一下處理 這裡弓兵往前 毛兵也看到 這邊毛兵看到這麼多弓兵 一定要點下一弓 待會一防也要補一下 不然這個毛兵可能會打不贏維金這邊的弓兵 那維金這邊要小心的是對方的肉碼很多 如果包夾的話可能還是會打輸 好 稍微拉打一下 而且後方的毛兵也在輸出 果然毛兵加上肉碼 可以輕鬆解掉這一坨的弓兵 OK 那肉碼應該也會死光 好 那維金人被擠掉這一坨弓兵 稍微損失了自己的正面戰力 補了一個射箭場 再繼續出更多的弓兵 要來給葡萄牙更大的壓力 那雙弓兵開局的話 我建議是補到九斤 雖然八斤是可以的 但有點極限 如果你想要一隻雙射箭場不斷弓兵的話 八斤是基礎 九斤的話是比較讓你好生到城堡時代 甚至銜接上城堡時代的一些彈道血 或是二級射的升級 會比較順暢一點 好 維金人這邊並沒有下馬 欸 有下馬就喔 OK 有下馬就的話出個漏馬 就可以擋住這邊毛病的騷擾了 這個...這個怎麼了 這個會怕嗎 好 等第二隻過來 這時候維金人已經點下了城堡時代 還有十秒鐘就可以升級好 葡萄這邊則是還有一分鐘 品種也點下了 以及馬卡也補了 OK 維金人點下了奴兵的升級 還有二級射 這邊補了一些房子 想要來... 趕快解掉人口的問題 剛卡人口卡的有點久 好 趕快把奴兵拉到前方 這時候奴兵已經升級好了 這時候葡萄人直接在這邊 補了一個工程器製造所 並沒有想要出門的意思 左邊這個木牆也沒有想要去蓋 等他打進來 家裡生了一些騎士準備來反擊 這邊二房升得很早 一升到城堡時代就補了二攻 二...二房才對 有二房之後 打維金這邊的奴兵 就會好打很多了 這邊再轉個奴炮 投石車 基本上維金人的弓兵開局 就可以稍微抵擋住 這邊就趕快轉出3TC開弄 會更好一點 維金這邊是率先農出了3TC 武兵反正是來回家裡做防守 專心開農 維金這邊可以考慮補下二級農 去做一下經濟的擴展 因為這邊已經開了3TC 要先撒清的農鐵 如果有二級農的話 這邊農鐵也可以吃得更久一點 攜帶量會更好 好維金這邊有點小小失誤 村民沒有維號 直接被抓了幾隻村民 哇被抓了五村有點傷 村民差距現在葡萄人突然領先了 50吋對上47吋 這時候維金就可以考慮去補個重裝長槍兵的升級 現在這個版本比以前造價更便宜 連發速度更快 遇到對方狂暴騎士的情況 還是升個重裝長槍兵 是很划算 維金人果然轉出了重裝長槍兵 還有護衛技術跟異防 葡萄這邊則是騎士繼續出 而且轉了一些投司車 要來針對一下這坨奴兵 這個奴兵雖然有點多 16隻的數量 但是如果遇到大量騎士包甲的話 可能還是打不贏 維金這裡沒有派個重裝長槍兵就出門 是有點危險 這裡再補下兩個軍儀 要來開始量場 大量的重裝長槍兵 重裝長槍兵 他雖然沒有辦法升到疾兵的部分 但他至少血量有66滴血 這也是微技能的一個強勢之處 槍兵血量超多 再點一下球長科技的話 還對疾兵有額外的攻擊傷害加成 葡萄人這邊如果看到對方轉步兵槍兵的部分的話 自己也可以轉成弓兵 或是打火槍 風琴砲都是可以考慮的 火槍的話到帝龍時代 城堡時代真的需要用到槍兵的話 還是轉一些風琴砲來打會更好一點 這邊由於自己的投資車跨被追上 馬上拉了一大堆騎士 去來解掉這一坨重裝長槍兵 後方的三隻勝率直接硬招牆招到了一些單位 招到兩隻但是沒有權招走 投資車可能會被騎士砍掉 射掉了一台投資車 第三台投資車補了過來 這邊工兵能夠來得及守住嗎 好槍兵趕快繼續按 數量有點太少 這邊弩兵一直被打有點慘 投資車這邊過來打一下 喔這個騎士解掉第三台投資車 解得很好 重裝長槍兵也成功扛出了 騎士的第一波衝鋒 火槽這一波打得有點小小的失誤 因為後面騎士一直沒有補上 而且自己騎士一直被招走 導致自己的投資車被招走的騎士 也解掉太多台了 三台投資車被解掉 讓他變成前壓的攻勢 會有所不夠給力 而且工兵也不太怕少量騎士 直接壓了回去 而且這裡有這麼多的槍兵 看來這一波的進攻要宣告失敗了 這時候的布塔 最好是轉龍 或是轉一下風前砲出來打 會更好一點 這邊本來是要潛壓工程器製造所 但是潛壓失敗了 村民就只能蓋個房子了 不蓋工程器製造所了 這時候布塔亞轉出了 青起冰的升級 青起冰生蠔 就可以稍微克制一下 維京的生旅了 但這邊工程器沒有停止生產 而是轉出了更多的投資車 這邊蓋了一個城堡 哇 結果是潛壓寶的部分 這時候維京人經濟實在太好 免費的輪走加上手推車 已經可以點下地龍斯袋了 布塔亞這邊才剛點下輪走技術 支援量完全沒有辦法點下地龍 但由於維京人這邊沒有補大雪的關係 只有一個修道院 還不能升級城堡斯袋 真升級城堡斯袋需要兩個建築物 修道院跟大雪的 但還忘記補了 好 正面的部分要把我稍微圍一下呢 還是就讓對方這樣打 如果是我的話我會拿這五六層 直接拉一條線 圍住這個地方 不然這邊打進來的話 正面的農田會很慘 好 維京這邊點了帝王斯袋 來看一下維京的帝王斯袋 該怎麼打吧 好 第一波騎士衝進來農田地帶 維京人拉了一些重裝長槍兵在農田去防守 布塔亞看到家裡有非常多的重裝長槍兵選擇撤退 沒有繼續深入 布塔亞則是在這邊慢慢的轉出其他的射箭場 可能是要來轉火槍 好 這時候維京人補下了二級防 準備要來提升一下護兵的防禦力了 好 這邊能不能戳得到呢 如果能戳到就很好 哇 這個整個戳爛 好痛 好 維京人這邊 升到帝王斯袋之後 可以考慮一下 欸 爲什麼他的地方是在 好 沒事 看錯了 我還以為他取消 想說支援怎麼這麼多 原來他只是經濟太好了 錢太多而已 沒有地方花 怪怪的 維京雖然經濟很好是沒錯 但支援團這麼多有點不太尋常 通常這個時候可以多轉一些軍營 或是在判這個 裝甲復兵 雙手劍兵的升級之類的 會更好一點 沒想到他這邊存了這麼多的資源 不知道帝王斯袋是想要打什麼 OK 第3帝王先點下了巨型托斯基 兩棟城堡 開始要來反制一下回去 補超人的城堡 但這裡也沒有升級裝甲步兵 反正是補下了更多的軍營 那維京人的主力現在是以雙手劍兵為主 應該是劍兵勇士 因為劍兵勇士可以吃到軟甲技術 而且比維京人的血量還要更多 維京人則是吃不到軟甲技術的關係 所以遠防上來說會更低了一些 但維京華山士是有個好處 因為他不太需要升級 就有基本傷害跟跑速 是優於這個劍兵勇士 因為劍兵勇士還要升級 但維京華山士是不需要的 所以如果真的需要極戰力的話 我已經可以考慮在這個時間點 點一些維京華山士出來打 但是由於現在城堡時代沒有暗的時候 所以造成這邊巨型托斯基 已經研製住了維京華山士的生產 那這邊可能就要轉劍兵勇士吧 或者是轉出更多的長槍兵 可以擋葡萄牙的騎士進攻 但維京人這邊打得算是很保守 並沒有讓自己的槍兵往外跑 而是把這個槍兵一直放在家裡 還有弓兵 讓葡萄牙人這邊也可以爽爽農到帝王世代 兩邊都是穩健的 農上帝王世代的打法 那這邊有兩台巨型托斯基 居然沒有架起來 可能是怕左邊沒有重裝長槍兵的關係 很容易會被騎士給抓到 結果上面騎士損失非常大量 這邊可能被一個建築物學圍到了 OK 右邊再繼續補下新的神聖中心 四個神聖中心繼續開農 這時候終於葡萄也補下了守崔車 經濟來說跟維基人是差不多了 兩邊都沒有點這個二級 但是維基人是有點三級目的 這時候終於補下了酋長科技 酋長科技補下之後 就可以對騎兵造成額外傷害 自己的步兵 那維基人皇戰士跟劍兵勇士 都可以吃到這個效果 所以他的所有的步兵 都是對騎士有額外增傷的能力 那維基人他這個酋長點下之後 擊殺對方的村民跟僧侶 還有貿易車隊都可以獲得黃金 算是蠻特別的能力 有點名副騎士的維基人 到處掠奪 掠奪時可以獲得黃金 也是蠻合理的 雖然我是覺得這個能力應該可以給天生 就是天生就給黃金 可能效果會更好一點 畢竟要用步兵擊殺到對方的村民 還有僧侶跟貿易車隊 其實是蠻困難的一件事情 維基人這邊突然點下了 維基皇戰士的升級 看來是要走狂戰士路線 而不是走最冰勇士 通常在一個比賽裡面 不太會出現那種維基皇戰士升級 然後又升劍兵勇士的打法 他可能意識到 這個時間已經來到42分鐘 而且維基皇戰士成爆 而且城堡的部分都沒有被拆掉 所以維基皇戰士可以很好出的出來 所以才決定要產維基皇戰士吧 不然出維基皇戰士通常會有量產的問題 那維基人打得非常保守 所有的兵都在家裡做等待 也沒有第一時間把巨型投擲機拉到左邊 去拆除敵方的正面城堡 左邊的城鎮中心被抓爆 維基人決定要直接棄手 這種城鎮中心 農田慢慢往外灑出去 好 正面開打 我這個灑得太前面了吧 這個農田有點危險 只要風情砲在這邊 就可以打得到這邊的農民 有點大膽 這所謂最危險的地方 就是最安全的嘛 好 這時候 葡萄人開始轉出了巨型投擲機 開始攻城 維基皇戰士也是少量慢慢走出來 葡萄人這邊要反制對方的步兵 應該是很輕鬆 趕快補過化學 然後點下自己的火槍兵 就可以好好反制了 即使出戰毛兵 效果其實也不錯的 因為戰毛兵打槍兵來說還可以 但是打維基皇戰士就完全不行 好 這邊想要直接從上面 正面騎士衝鋒 想要衝到後排 去攻擊後面的巨型投擲機 但是正面的步兵單位實在太多 正面騎士基本上一碰到就被蒸發了 而且現在有酋長科技的關係 結果一台巨型投擲機都沒有拿下 葡萄這邊正面衝鋒 直接大敗 五台巨型投擲機都火得好好的 哇 這個有點慘 葡萄阿倫 轉這麼多騎兵來打會越打越不利 但不轉騎兵的話打工神器就很難打到 但他也可以轉出火炮 就看他要把我轉一下火炮 點個化學 正面的維基皇戰士繼續衝鋒 打掉了兩台巨型投擲機 沒有問題 哇 這個對比下來 葡萄阿倫損失慘重 五台巨型投擲機炸了起來 開始進攻葡萄阿倫的城堡 不經環戰士這邊移動速度有優勢的關係 現在繼續衝鋒 問題應該不大 而且現在是精銳版的 14攻加4 缺能力滿的 而且回血速度也蠻快的 精銳版本 好 終於解掉了一台巨型投擲機 正面大量的槍兵配上維基皇戰士 這個搭配組合其實蠻給力的 哇 血量優勢 真的是不錯 畢竟死人是沒有輸出的 只有活人有 偽禁人就是剛好非常適合這個講法 雖然維基皇戰士這個單位 以步兵的存在來說 血量並不是到非常多 但他的基礎傷害是非常高的 14加4 所以移動速度也不差 好 這邊大量的弩兵走到了高地 這邊 騎士又想要帶勢衝鋒 解掉後面巨型投擲機的威脅 這次終於突破了維京的步兵方陣 哇 解掉了三台巨型投擲機 這一次非常成功啊 但這一台能夠解掉嗎 哇 很可惜 差兩刀左右 葡萄人這時候點下了三攻 但還是繼續出騎士 葡萄這時候只要轉出工兵單位 就可以打併維京這邊的組合了 但這邊要轉工兵 他有在思考可能要不要轉吧 覺得轉一下會比較好 或者是他覺得可能不用轉就可以打併贏了 好 騎士繼續往前 這個長槍兵怎麼瘋狂抖動 一過來直接戳掉 哇 維京打騎士就是這麼的痛 好 這時候葡萄人打出了GG 正面進攻不成 防守也快要潰敗了 維京狂彩士在正面燒到非常多的戰毛兵 戰毛兵沒有辦法成型 就自然也沒辦法打敗這些重裝長槍兵 也有這些強弩也打不贏 維京狂彩士數量越來越多 會對葡萄人越來越不利 這一場應該是葡萄這邊有點太固執了 一直想用騎士去解掉維京人 有點鄭重維京人的下懷了 好 來看一下經濟的部份 經濟的部份是由維京人這邊拿下黃金的生理 其餘的經濟都是輸給葡萄人的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 是因為 維京人這邊村民本來 上市稍微跟葡萄磁品的 但不知道為什麼後面經濟來說 是葡萄人這邊經濟更好一點 反正跟點了這個輪走技術 跟手推車的Style並沒有落後態度有關係 但正常來說應該是不會贏維京人這麼多的 這我不太清楚了 到底是為什麼維京人會輸這麼多 正常來說維京人應該是經濟會比葡萄更好一點的 好 那沒有關係 那這場比賽還是維京人拿下了遊戲的勝利 好啦 那麼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